大家好 在前一段时间 6月10号左右网上传出了一段视频 是关于乌克兰军队远程打击了俄罗斯控制区域几个建筑物 当时呢我并没有太在意 主要是当时在扎布洛南部和顿涅斯克南部的战斗比较激烈 当时比较关注北约装备进入战场的一些表现情况了 但是现在更多的信息出了之后呢 实际上乌克兰打击的这几个建筑物 它还是比较重要的 它实际上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比较重要的指挥所 这个指挥所呢是普京曾经去过并使用过的指挥所 这是指挥所的外观 在这呢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有一些相关的信息呢 我在这呢不方便发布出来 比如说打击指挥所的这个短视频 还有普京访问使用这个指挥所状况的是视频 实际上网上都有 我把这相关的信息呢给大家放在一个叫总想自由飞行这个频道底下 大家呢可以根据我的链接去看一下 或者呢请大家就是麻烦一下直接订阅一下这个频道 以后相关的一些语言视频我就全放在这儿 我在我的解说视频当中呢只放图片了 否则在做审核的时候非常容易出问题 比如说普京访问这个指挥所的时候 他顺带路过了一些地区 他可能有些存在一些镜头是有限制的啊 就整个把我这个视频呢都给限制了 所以我很难引用这个视频了 大家呢就去麻烦一下再单独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在这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说呢 普京访问的这个指挥所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他在访问的途中呢有一个画面 就是说在他的右上角啊 出现了一个这个叠状的天线 或者水塔一样东西啊 我怀疑更像是天线 这个天线呢实际上跟我们在前头看到的啊 这个篮筐里的建筑 篮筐里的这个结构呢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这个可以从这方面啊 证明普京确实去过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啊 实际上普京在这次访问乌克兰的过程当中呢 有人把他的整个行踪啊 去过哪些地点啊 是做过详细的分析的啊 也就根据那个视频是做过详细分析的 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在网上去找一下 我在这呢就不再详述了啊 因为我观这个视频也比较困难 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普京去的这个指挥所 位于什么位置啊 从外观看呢 它是一个红色的建筑物啊 大家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是红色建筑物啊 在这上端呢就是这个不太清楚啊 是这个像天线一样东西啊 我待会给大家另外一个图 大家是能看清楚的 我现在把这个图给大家放一下吧 在这个图大家是可以看到这个天线这个位置的 啊 它这个图呢实际上也是来自于Google啊 来自于Google 只不过它的版本可能不一样 它这图片更清晰一些 这个红色的是一个楼市主要区的位置 啊 我们现在说回来啊 它所处的位置呢 是在赫尔松的南部啊 克里米亚的北侧 在这个区域呢 实际上是当时俄罗斯从赫尔松撤离的时候 是把他复制的管理机构啊 赫尔松的管理机构 全部移到了啊 最南端这个区域当中 啊 这个区域当中的实际上也是他军队的最高指挥部啊 虽然当时离前线比较远啊 相对比较安全 但是现在看呢 呃 乌军已经有了很多能力啊 打击这个区域啊 另外我多说一下 乌军之所以现在能够打击这个区域 也是在于他自身防空力量强了啊 不怕报复 那我们说为什么乌军要这个时候打击这个指挥所呢 啊 这个普京当时去这个指挥所的时候 当时呃 乌克兰在乌克兰的俄军的最高指挥官啊 都去了这里啊 包括国防部部长 所以他这个级别是非常高的 据说是 俄罗斯在乌克兰南部啊 最高的指挥所 最高级别的指挥所 我想呢 乌克兰在这个时间点打击这个指挥所 他可以达到几个目的啊 首先是啊 瘫痪你的一些基础设施啊 削弱你的指挥能力和控制能力啊 包括就你的你的通讯和情报系统 尤其是在一个短的时间内啊 呃 俄军很难恢复正常 我们想啊 正是前线最紧张的时候 这个后方又给打了 后面打了 一个是人员上可能有受到伤害 另外一个是 装备上也会 呃 有损失 你在修理啊 这些过程当中啊 耗费的精力是比较大的 这样无情当中就影响了决策和行动能力 并且对整个的士气啊 应该来说影响也比较大 因为这种消息传的会很快 而且是总部被打之后 你想想 他会传到各个啊 小的军事单位 啊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对于这一地点的打击啊 它的效果啊 也会特别的明显 会放大出来 因为啊 在这个时间点上 正是南部打的最激烈的啊 我们待会儿 在后面的视频 还要给大家接着补充南边的啊 一些进展情况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分析到这儿啊 欢迎大家呢 去看一些原始的视频 会帮助你了解整个一过程